在纽约有一家邪门酒店 有一间永不开张的1408房 这个房间从1912年酒店开业至今 一共死了56个人 跳楼的 服药的 上吊的 自残的 谁也搞不清楚房里到底发生过什么 为了防止更多惨剧 酒店关闭了这间房 可偏偏有这样一个作家 专门写鬼故事 他去过全国各地的鬼屋 从没见过一个鬼 他从不信邪 一听说有这间房 立即来到了这个酒店 要求入住 酒店前台没答应 而是悄悄喊来了酒店经理 这人满脸堆笑 说我们打算给您升级到总统套房 作家说我就要1408 经理请他来办公室聊聊 然后把笑容收了起来 严肃地请求他 千万不要住进这间房 作家不妥协 经理便拿出了一本厚厚的记事本 作家打开一看 第一页就是第一个受害者 死于1912年酒店开业第一周 在浴缸里将自己割喉 作家继续翻 每页都是不同的惨状 经理说 没有人能在里面撑过一个小时 作家更感兴趣了 说自己一定要住 还说不给我住 我就告你们 酒店经理只好答应 经理还送作家上去 作家问房间是不是很脏 经理回答 我们每个月会简单打扫一下 一般三个人去 不能超过十分钟 一定要把房门打开 可即便如此 几年前还是有个女工 把自己锁在了卫生间里 等到人们救她出来 她的眼睛已经没有了 到了14楼 经理最后一次警告作家 不要进去 作家依然不信 于是她只剩孤身一人了 她开始往1408走 一边走 一边打开记事本 看着过去的照片 一张比一张可怕 血腥 她看得入迷 突然她发现 自己居然回到了电梯口 难道是冥冥中 有什么力量 在把她推离这间房 她放下书 全神贯注 往1408走去 进去前 还看见隔壁房 有个妈妈带着宝宝进房 看样子不能再安全了 她终于来到了1408 插进钥匙 转动钥匙 开门 开灯 房间里一切正常 男人冷笑一声 关上门 开始在房里到处巡视 电视机正常 厕纸正常 酒柜正常 就是空调有点热 地面上有污渍 墙上的话有点诡异 男人打开窗户 探出去看 外头也一切正常 就在这时 收音机自己响了起来 把她吓了一大跳 男人转头一看 见鬼了 她的床居然被铺好了 男人迟疑一下 觉得房里应该有人 于是到处找 但到处都没人 而这时她发现 卫生间里的厕纸 居然被换新了 男人越来越热 发现是空调坏了 于是她拿起了 房里的电话 打给前台 要他们叫个维修工上来 对方答应了 这时男人有点慌了 他关掉灯 拿着紫外线灯 倒数照 整间房真的 倒数都是血迹 打开灯 他发现 墙上的话歪了 他刚扶好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原来是维修工 男人打开门 维修工却不肯进来 他说 我教你怎么修 男人只好根据他的指令 自己修好了空调 然后他回头 维修工已经消失了 男人关上门 突然发现自己听不见了 他打开窗户 探出身躯 真的一点声音都听不见 就在他回去的时候 窗户突然关上 他疼得大叫 好不容易抽回手来 他开始流血了 他来到洗手间 打开水龙头冲洗 突然水变成了烫水 男人怕了 冲出去 打电话给前台 他说 我要配房 但对方却答非所问 开始跟他介绍酒店的服务 他大骂 但对方说 这样的态度不好哦 然后电话就断了 男人真的吓到了 他冲去开门 但门打不开了 钥匙也打不开 似乎已经成了一堵墙 他透过猫眼 往外一看 那边也是一只眼睛 他吓得赶紧走开 来到酒店窗户 探出身去 突然看见 对面楼有一个房间 还亮着灯 里头坐着个人 他对他大喊 那人似乎看见了他 慢慢站了起来 男人用力挥手求救 挥着挥着 他发现不对劲 对面的人在学他的动作 渐渐他发现 不是学他而是复制 然后他从旁边 拿起一盏台灯 对面也拿起来 那人竟然就是他自己 真是见鬼了 然后更可怕的是出现了 男人回头 自己身后也出现了 同样的人 不过他只是捂了几下 很快消失了 男人恍惚走到窗边 把台灯扔了下去 但台灯在半空中消失了 男人很惊慌 他拼命告诉自己 一切都是幻觉 更多幻觉出现 有曾经死在这间酒店的幽灵出现 从窗户爬出去跳楼 一个两个 似乎都在提醒他应该怎么做 男人不愿妥协 他查看了酒店的构造图 发现1408隔壁房也有窗户 他大概量了一下 只要九步 就可以从1408翻到那扇窗 于是 他小心翼翼爬出窗 告诉自己 只是18步而已 他不敢往下看 只能紧贴着墙面 在狭窄的屋檐上挪动 一步 两步 三步 14楼的风好大 他数到了第九步 还摸不到窗口 突然 他看见 面前根本就没有窗户 只有无尽无尽的墙面 他只好回去 好不容易爬回1408 窗户立即关上 他爬起来 再去看酒店构造图 图已经变了 只剩下1408一个房间 他透过猫眼看 门外是一堵墙 窗外也变成了一堵墙 1408成了一间密室 而且空调温度正在下降 幸好 男人的电脑连上了WiFi 他急忙登陆软件 跟前期视频 刚说上话 房间就开始喷水 水喷到电脑上 电脑死寂 最后的希望也没了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这个时候只能求上帝了 从来不幸叫的他 拿出了圣经 一翻开 居然是一片空白 平时不信鬼神 现在出事了 才想到上帝 太迟了 很快 房间变冷了 开始结冰 酒店房已经动到零下 空调根本没法条 男人只能裹着被子 喝着酒 烧火取暖 突然 电脑响了 他冲过去一看 前期还在视频里 男人问他报警了吗 他说报了呀 警察现在就在1408 他们说房间是空的 男人崩溃 他也在1408呀 他知道 是这间房太邪门了 他说他要死了 前期一听 打算亲自到酒店帮他 男人说别来 谁知道 屏幕里突然跳出 另一个字笔 对前期说 快来 我在1408 你偷偷前进来 男人大喊 但前期听不见真正的他 男人看着屏幕里的字笔 那人对着他笑了一下 突然 房间开始崩溃 墙上的画开始动起来 船员的呼救声 此起彼伏 房间里也下起了暴风雨 男人忍无可忍 拿起木棍 水从画里喷扭而出 把房间淹了 男人逐渐失去意识 等他醒来 已经在医院 前期就在旁边 男人喜出望外 难道1408的一切 只是一场噩梦 他问前期 有没有听过海豚酒店 他说没有 看来真是梦 男人的生活回归正轨 他放下了女儿的死 主动争取和前期复合 并且把在1408的经历 写成书 他把书寄给出版商 但就在邮局 他突然发现 邮局收件员 就是酒店服务员 然后 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邮局的装修工人 抡起大锤子 把墙壁砸了 露出的墙面 地面 就是1408房 原来 男人根本就没离开过房间 这时的房间 已经变成了一片烧过的废墟 就在废墟里 男人死去的女儿出现了 他流下眼泪 紧紧抱住他 没多久 女儿又死去了 男人痛苦不已 他无法接受 女儿两次死于自己眼前 男人拼命地砸东西 咒骂邪恶的房间 然后 即时结束 他撑过了一个小时 房间恢复如初 会重新开始 无限循环 不过 您也可以选择特快退房服务 接下来 男人看到了神圈 看来 酒店在劝他自杀 电话里的声音还说 您妻子五分钟后就会上来 等着哦 男人怒不可遏 他就算死 也要拉上这个房间垫背 这是一个用一生 去逃避责任的男人 女儿死去 他逃避现实 前妻悲伤 他孤身离去 父亲在养老院中了 他也没有探望 他用酒点燃了房间 决定和他同归于尽 在楼下 酒店人员全部被火警赶出 正赶来的前妻 看着1408的火焰 心急如焚 但楼上的男人心意已决 他用烟灰缸砸破窗户 房间爆炸 在这场和1408的对峙中 他没有输 1408不会再有受害者 他会是最后一个 不过 1408看似一个闹鬼的酒店房间 其实象征着人的心魔 人面对心魔 有的会逃避 有的会战斗 但往往是孤独者会被打败 所以 请不要离弃你爱的 爱你的人 有了他们 你会变得更强大